这个大孝子居然用180度的浓硫酸给父亲洗澡 那超强腐蚀性的液体从头贯彻到脚 老人的皮肤很快就被灼烧得一干二净 然后放入锅里用沸水除去多余的杂质 只留下一副白色的人骨 再用铁丝串起来做成一个完整的骷髅人形 从此男人将拥有一个骷髅爸爸 在这个家里他还有一个骷髅妻子和骷髅女儿 原来男人患有重度妄想症 这些家庭成员其实都是和他素不相识的人 被他骗来家里将其残忍地杀害 组成一个属于自己的骷髅之家 在他的想象中 女儿非常喜欢自己刚刚做好的爷爷 妻子也为家里新添了家庭成员而感到高兴 这么幸福的一家四口 要是再给女儿添个奶奶岂不是更完美 第二天男人就开着车到处物色合适的人选 超市门口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被男人选中 男人一路尾随到老太家门口 假装好心帮老人搬东西 随后就把对方迷晕带回到自己家中 同样用硫酸洗澡的方式将老人杀害 可是在男人的想象中 老人却是一脸的享受 从此以后 男人多了一位母亲 女儿多了一位奶奶 男人搂着女儿睡觉 实际上他搂着的是一具骷髅 他还幻想骷髅女儿对他说 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一个姐姐 为了满足女儿的要求 他再次开车出去寻找下手目标 从学校门口相中了一个中学生 一路尾随到人少的地方 正要动手 结果被一辆失控的汽车撞了上去 幸运的女孩因此逃过一劫 这天男人看到隔壁搬来一对邻居夫妇 邻居过来打招呼时 男人热情地邀请他们进屋喝茶 实际上他是看上了这位女邻居 对着那绝世容颜 再次陷入了自己的幻想 于是他开始每天偷窥对方 想找个机会 把这个女人也做成骷髅 站为己有 他甚至还幻想出自己的骷髅 妻子为此而争风之醋 两人大吵一架 一怒之下将妻子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男人拿起锤子 一下又一下地砸向妻子 在他的幻想中 妻子已经被砸得头破血流 实际上是一具骷髅被他砸得粉碎 他终于可以摆脱骷髅妻子 去另寻新欢了 随后邻居竟然主动跑来找男人 说自己的丈夫失踪了 男人表面在安慰他 其实心里在暗自窃喜 因为自己终于有机会可以下手了 于是他约女人晚上一起进行烛光晚餐 他把自己精心捣吃了一番 然后把他的骷髅家人摆放好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准备迎接即将加入的新成员 晚上女人如约而至 男人点燃烛光后 对他说还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然后带着女人来到了一间房门口 门一开 女人被眼前这诡异的一幕瞬间吓傻了 男人趁机勒住了女人的脖子 没想到女人还会点功夫 挣脱之后来到了大门口 可是房门早就已经被男人反锁 男人再次冲上来勒住女人 就在这时女人的丈夫突然出现 一把将男人迷晕 等他醒来后 发现已经被夫妻俩给绑架了 原来被男人做成骷髅的小女孩 正是这对夫妻的女儿 夫妻俩为了替女儿报仇 才故意搬来隔壁 好接近男人 他们现在并不打算报警 而是要用更加残忍的方式 一点一点将这个恶魔折磨至死 对夫妻俩为了解释 对夫妻俩为了解释